下来看高雄破获了一起贩毒案件 蓝名毒贩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气 每次跟买家约好面交时 手里头都会抱着一只红贵兵当作暗号 而且还将毒品藏在狗狗的衣服里头 以为呢是不会被发现 但其实早就被埋伏的远警跟肩搜阵 还把他们包抄逮捕 男子穿着橘色上衣 手里抱着一只红贵兵 看似在溜狗 却不时东张西望相当鬼祟 其实他是一名毒贩 他出门的时候 就是抱着那个狗 他为了要规避警方的查气 过没多久 一名机车起事起了过来 本来还没注意到 但一发现当作暗号的红贵兵 立刻掉头 毒贩也立刻从狗狗衣服内 掏出毒品进行交易 他抱着那只狗 是当成一个活招牌 那要够毒的人员 看到他就马上就会停下来 跟他交易毒品 警方在一旁搜阵 等到时机成熟 将嫌犯车辆前后包抄 持枪上前将毒贩和他的同伙拉下车 原本还抱在怀里的红贵兵 吓到跳开逃跑 这两名毒贩以高雄大学周遭为据点 以红贵兵当作识别象征 就是要躲避警方查气 男子还将这只红贵兵取名为金条 就是想靠贩毒赚取大量金钱 但现在却遭到逮捕 无辜的狗狗也成了贩毒共犯 最近新闻林正言黄讯阳高雄报道